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的老师 带来更精彩的曲目 与世界光源中学的乐团的演出 那今天的演出 其实还不要急着收书包 因为我们有一个彩蛋 要给大家来欣赏 同学们可以收书包 谢谢你们 好 好 那其实刚刚叶树函教授在讲的时候 他说他的小女爹爹 也在这个地方去办 那他回台湾创作人类 叶树函同观五成奏 也是在这个地方去办 那我相信这就应该有些人 之前有来过我们的南海剧场 有没有 他看起来大家都感觉很陌生 其实如果你之前有去过的话 你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的南海剧场跟过往 是截然不一样的 在我印象深刻三十年前 我在来这里看表演的时候 那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什么 就是各位现在所做的地方 虽然我没有很高 我像刚刚的可乐率也一样那么高而已 但是我那时候做 那个脚都没办法伸直 那经过了一个多甲子 这一个音乐 这一个剧场 它的这个改变之后 那现在各位看花了很多时间 不管是您现在所做的座位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议题前排后排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一个患养的感受 那这是由国家 国力台湾出版的所 对出人改革的 那今天最后呢 大家知道 明天是什么节日 教师节 教师节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这四位学校们 来为我们 来讲这么精彩的演出 那在请大家来看这个影片之前 那我要先感谢一下 那当然 承担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我们的国力台湾艺术教育学院 那我们也请我们的馆长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非常听一下 那当然 谢谢您以及肯定人这么辛苦的规划 请你想 光是今天的这一场 电影音乐会 即才在八月 才定案 那么软软的时间 就这样完成 那另外 那我们今天的天母国中的 陈丽音 陈校长也来到我们现场 谢谢 谢谢 还有 民工人中学的 陈丽音 陈校长 还有 家长 各位家长 也非常谢谢 你们今天的参与 那我们今天最后的彩蛋 就请大家来看一看 这些读音乐 学音乐的孩子们 跟他们的指导老师 如何在教室间 说声感谢 请播吧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